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没有什么多少贡献 包括物理学 数学 但是从技术的层面来讲 中国还是不错 可以这么说吗 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可以讲一讲 我就是抛出了一个错误的基础 让你提供正确的答案 那你就讲吧 请你讲吧 对 因为刚才其实你在之前说讲了一个哈佛大学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我没有仔细看过 我是看过一个报道 我觉得这个报道最主要一点就在于 它忽略了一个 它用一个数字来误导了整个人们的看法 其实关于这个呢 像日经新闻网啊 早就在这个几个月前就有一个报道说 在人类未来的十大关键技术中间 比如包括人工智能等等呢 现在中国的在七个领域中的专利是第一 那美国就是美国只有在一个领域吧 可能日本反正还有一个什么 反正就说日本和美国加起来呢 这个在这方面也没法和中国在这个专利上 这个能打一个平手 如果在第一第二 但另一方面他也说了 其实真正的对这个行业发展有关键意义的专利上呢 美国 日本还是稳稳的站着主要的 而中国那些专利呢 就是按照中国 我也问中国一些专家 中国专家说呢 因为专利申请嘛 对吧 你就是报就可以了 你报上去之后只要你有特殊符合 那中国很多都是你当中央政府准备拨款做这个东西 你知道中国下面的研究机构啊公司啊 都有一个报专利的一种动机 这样他就报了大量专利 而这些专利实际上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们不光是要看一些数字 要看这个整体 应该说呢 我觉得在冷战结束之后 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全球化进程 我们都已经知道呢 全世界的物流链 现在已经是产业链呢 现在已经是全球化 比如一个东西呢 半成品在这个国家 在那个国家 中国成了制造业中心 可是呢让中国人自己说呢 那制造业中心当然产值就占的份额很大 但是呢 在中国在两头上头呢 又是被别人卡住的 那就说我们要在一个全球化 其实技术也是这样的 我认为呢 就不管在中国这个钱呢 流动啊 还有什么 其实钱的 世界上钱的首都还是在华尔街 为什么呢 我们有时间给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中世界的技术首都呢 其实还是在硅谷 那包括中国一万多清华的 现在硅谷清华毕业就一万多人 就是中国很多最能干的 包括那些最能创业的公司 都希望在华尔街上市 那些人才都愿意到硅谷来 这个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 有更合适的进行创新 技术创新和技术呢 创新出来就落地 变成生产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从两个角度看的话 这个数字有误导性 不能叫欺骗性 数字没什么欺骗的 有误导性 第一就是在把全世界的技术 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 实际上技术的核心还在美国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说武毒所吧 武毒所后来 当时世界都在说 武毒所搞了一千多个病毒 为什么美国现在追查的 动力减弱 就发现这是美国资助的 很多是在跟美国合作项目中 美国实际上是课题的中心 而中国只不过拿到 一些外包任务 也就是说在 你看见了好像这个 是中国在搞 但实际上是围绕着 美国的核心任务在搞 那么另一个呢 我觉得要看到 当这个技术啊 能够和能够落地成生产力 能够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这方面 我觉得最有创造性的 还是在美国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两点说呢 这个数字呢 是有误导性 我不能说它是错误和假的 那么这就牵到一个呢 如果要真的中美两国脱钩 因为我们在讲 谁更重要 在一个全球化里面 其实大家都不计较 谁是中心 谁是边缘 对吧 反正大家都有钱赚 一块赚 如果真做玻璃的时候 这事就出来了 就是假如你的技术 是长在别人上的 你的 你给别人的东西 是别人可以替代的 而别人对你的 这个东西 是你 就是你要失去别人 不能替代的话 那玻璃的这个外部效应 对中国的冲击 要比美国要大得多 就中国这个呢 美国速度会慢一点 它都能被填补 而美国掌控这些东西呢 这中国难以 那么当然说 现在进到一个创新时代的时候 刚才我们一个话题呢 就在前两天有个话题 没展开 也是我们中美业 就说 讲到说习近平要搞这个产业政策 国家呢 集中就是所谓说 能够集成前办大事 这种体制是不利于创新的 这种体制呢 就是即使从赶超的角度来说 它可能在产业比较落后的领域中 有效果 一旦进行到前沿 创新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看到 中国今天拿得出手的东西 无论是服药玻璃 还是宁德时代 就是包括符合习近平产业政策 这些东西 都不是国家计划出来的 都不是中央指导下做的 都是在市场中他们打拼出来的 是靠他们企业 包括华为啊 都是企业家 如果假如真的要搞计划的话 华为这些可能都出不来 任正非你看他背景 毫无 没有任何可能 因为共产党会认明 他作为一个企业核心的高管 对吧 按照共产 不光是共产党干部政策 还是干到专业标准 他都不合格 宁德时代的这个 可能还可以 宁德时代这个人 他这个专业出身 但是他也不会把它放到企业 这个行业 可能让他继续搞技术公关 所以我在觉得说 其实这个体制 这个数字上呢 给我们带来的误导性 以为假如说中美真的脱钩了 中国能够造成多大冲击力 当然这个报告不谈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是个误导 就是就是我例如说 民族主义的粉红们的 这个呃 其实我觉得不要为这个数字 感到太大的高兴 当然中国人能做出这个成就 那还是至少世界其他的 发展中国家都做不出来 这个还是我觉得 中国人还是值得自豪的 呃 王江老博士的这个结论呢 基本上是比较粗糙的 宏观的啊 也跟这个事实相差很远 那真实的情况 是很多的基础的技术 在中国的那种 采放法治的环境之下 反而比较一定超过美国 比如说 命不识别技术 这都不需要多少 人工 还有这个就是人工 什么基因合成 不是人工合成 人工合成 因为这是在美国 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而这终成是不需要的 但是 包括光复的企业 我就跟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领导者 企业领导者 跟他们交流 他们说你 你们把这个基础技术啊 的含金量 科学的含金量 看来太高了 但是何平 你问一下李恒青啊 做这个事情 就是他的同学在清华啊 人工这个 你问一下 他们的东西的进口 他的技术的这个进口 你问一下 你就知道了 这个我刚才讲了 中国在有些应用 比如像日本吧 日本的汽车 在很多 在那个石油危机之后 它是超过了美国的产量 销售量 之所以超过美国 是因为它节能 还有它在这个编 就是在顾客使用上 都有很多更方便 但是汽车的这个核心的 这些技术 当时在美国手里头 美国只是在走向 但是你在新能源的 电池技术方面 那么您的时代 您讲过几次的 都是实际上顶尖的技术 没错 但是你要再一看它的 产业中国已经占了 世界市场的80%了 你不是开玩笑吗 是 那说明不识别人工智能 那中国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不是 你在讲说 我要说的是 我要说你问问 你让恒情问问 他的同学 他用到的一些 一些比如像芯片 用到一些东西 从哪来的 你要让他问这些东西 我已经讲 这是一个整体 其实我的意思说 不是和平 我意思说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就是问这个 它这个全球化时代 就问哪个国家的指标 有多少这个没有意义 而是我们要说 在整个全球的技术 作为一个生态 作为一个技术生态来说 最重要的在那 就像中国是制造业中心 说明什么呢 习近平想打造的 力图化要所谓 科技创新的中心 对吧 他要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但是呢 在中国确实 在当时制造业中心的时候 他的科技不是中心 对吧 当然基础科学 肯定是在美国 OK 说生平先生 请你讲一讲 我刚才怎么挑下去 评价这个军涛了 正好在你的弱项上 我垂你两件事的用 OK 这个生平 你在吗 我觉得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它有几个最基本的东西 第一 就它一个巨大的市场 那对资本来说 是一个不可抵御的一个诱惑 就不管你讲什么脱钩也好 怎么样也好 资本纷纷会去的 这是一个 第二呢 就是14亿人 你可以说他致富的愿望也好 你讲南京的 他贪婪也好 就是那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动力 就你到中国去 你就知道发财致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而政治意识形态 都排到非常后面去了 再一个呢 就是中国前这30年 就是所谓这个钱权勾结的这个 他又释放出巨大的动力 就为什么南韩北韩像他那么多 东德西德像他那么多 他是制度造成的 经济基本上是5比1的比例 南韩北韩你更不用说了 但在中国发生什么情况呢 就中国经济他可以从 原来只有在世界的百分之几到现在可以占到世界百分之几十 以前只是美国的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三四左右吧 现在基本上美国的四分之三 他靠就是一种混合制度的优势 他资本发挥了比美国还资本主义 他没有那些对资本的监管 但他权力呢又发挥了巨大的效率的优势 这两个都会连在一起 就中国的经济腾飞 其实是一种前权勾结的一种 他都不是润滑剧的作用 我们讲中国经济 一种说法 他不是市场经济 他是市长经济 400个市长搞定了以后 效率你是不可想象的 但这个中间呢就有很多延伸物 就是今天要腐败的公平经理指数 这一系列的东西 其实碰到什么东西 你就去解决什么的就完了 但是他经济的发展的动力 他真的来源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制度 或者说一种制度的融合 改革开放以后 他把西方的东西他都拿过来了 西方的监管那一套呢 还都没学会 或者他有意的滞后了 而政治上呢 他只要不搞政治运动 市长经济的那个动力 就有人就说中国就像一个飞机 他有400台发动机 你想他飞得有多快 但这是从习上来之后呢 开始来管了 那市长人不敢干活了 抓起来的钱不缩 没抓起来的 也不敢做了 因为一做就要犯规 因为以前那套不行了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经济会议 经济会议会回归到以前的哪一点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会回归 他不能够允许经济从10降到 现在只有4 再降到3 他承受不起 所以我一点不怀疑中国经济发展那个 我也不想不认为是有什么作假 这个数 我相信GDP的总数 一定有假的成分 在这个假的成分可以分两边说 国营的一定有夸大的地方 对吧 他就重复出口 这就非常简单 市营的一定有逃税的地方 两边综合起来 恐怕比现在人估计的总量还得大 我就说这些 好的 请日文 日文在吗 在啊 请你讲 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 这个超越美国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 一个部分就是说科学和技术 当然这个科学的话 技术其实矛盾意义上就是科学的应用化 那么他这个科学的科技的应用化方面 这个中国接近年确实是这个进步的比较快 进步的比较快的原因呢 倒不如说他这个制度本身是怎么样 是有利修正科学发展 不是这个因素 而且我觉得是有两个具体的因素 一个就是所谓的 中国有大量的科技人才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对科研的投入啊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包括企业方面 包括国家的科研的投入强歧以来 有一个受益这个经济发展啊 所以来说都这个达不到这个 全世界平均的这样一个水平 不用说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了很多的这个 其实这个经济发展呢 有钱了之后啊 现在中国的这个科研投入 包括这个科研院所的投入 包括企业的投入 这个特别是属的这个我们的高科技 比如在华为 就在这方面是一个代表啊 这个科研投入投入的很多 这个科研投入包括这个用大量的钱去挖人啊 包括这个这个收购这个这个挖西方的人才 美国的人才等等啊 这里面对中国的这个科技进步 有有有有一个就是说有有有有出境作用啊 啊啊再加上这个中国本土培养了大量的 我们讲这个应应用型的这样一个科技人才啊 印度来说中国科技的进步在最近的 应该来说啊十多年吧 好像十五年以内吧啊 十五年以前是进步的很慢了 十五年以内啊 应该呢确实是特别的科技的应用化方面进步的很快 刚才说到的很多这个什么AI技术来自动驾驶 这个驾驶啊 无灵机啊等等 各个方面的这个这个面部识别技术等等各个方面啊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讲了 在科学方面我们我认为这个这个 已经在关键的这个黑心技术方面 特别是特别是所谓的这个芯片问题 这当然是掌握在美国人的美国人的手上 另外中国的这个创新的文化和这个制度啊 这里面我觉得要值得可能是要有一个 是不是要有一个反思 一般来说田征就是说过去一个习惯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专制制度不利于科技创新 一般来讲这个这个话是对的 但是具体到我们讲这个到应用科技这方面 是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所的这种科技 这种专制制度是否也不利于这个创新 我觉得这个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苏夫要打个问号啊 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科技的 包括就算是西纪平的时代 应该应该来说这个专制越来越严重 但是现在到这个我们讲这个专利的发明啊 包括论文的适量啊等等啊 书夫来说这个计算是看来 先是从适量上已经改过来了啊 原来是在适量上都是大量落后 但现在是从适量上改过来 另外到一部分技术上这个质量上 专利技术也好论文的这个这个这个引用力啊 这里解论文的引用力啊 他一步的质量上也已经改过来了啊 所以说所以这里面确确实实是就有有有一个就是 实际上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呢 实际上这个什么投入的进去啊 如果说是他这个专制制 他这个所谓制度这个衡量不变的情况下 他也会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约境 一个约境的问题 但是作为总而言之的话 从科学方面才已经在更关键的这个黑心技术方面 这个制度我觉得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响 不离不离这个这个创新还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还是会有有有有有所影响的 我就讲这么多 我我其实 我在我在做点那个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主要是专业人员自己愿意到哪去 当然你说在美国专业人员报酬会高一点 不管怎么样 你问专业人他会觉得美国的这个创新环境比较高 那当然像刚才和平讲到的 有些东西是美国人不搞的 他有受约束 比如说武毒所的研究项目 其实呢美国人为什么放到中国去搞呢 当然一个是中国呢比较便宜 还有更重要一点 美国很多有东西不让搞 所以现在中国大量的比如这个项目 比如像马斯特吧 现在跑到这个中国去投资 你说他那个东西算中国来算美国的 他显然在美国搞出来就跑到中国去投资去了 那他后面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可以算到中国那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一个国家是创新的这种最大的这个原动力 在这个地方呢 这是在美国 中国实际上只是在一些边缘末梢上 不是所有理由都是边缘末梢啊 比如像当时杨振宁就老说 中国那个叫什么人工合成胰岛素 那是可以拿诺贝尔奖的等等 中国会有一些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呀 就如果你把科技看作一个生态的话 这个生态的发动机 科技创新和发明和这种 这种基础设施的发动机还是在美国 其他的国家多多少少都是围绕着美国这个中心在转 就你像我们说芯片 芯片也不在美国手里啊 美国既不是生产芯片 也不是生产芯片那个机器对吧 那些都不在美国手里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印象在美国 就是他听美国的 他还是以美国为中心 就台湾搞再多的芯片再搞多 他还是最大的 还是要围着美国转 好的 非常感谢 在我们的观众中间有很多是 硅谷的或者华尔街的 或者是在大学里面 实验室里面 从事科研工作 那我们实际上在之前的过去几年节目中间 我们也多次揭露出来 中国的科技创新里面的虚假 或者是成的都非常严重的政策性的虚假的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刚才指使了引用一份 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么一个研究报告 来呈现他们的一些角度而已 好的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见 那么请你给我们的留言区 节目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宝贵意见 谢谢 谢谢我们的编导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我们的嘉宾 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